你吃過用石斑魚做成的漢堡嗎 由高雄市政府與食品業者合作 開發出石斑魚米漢堡 高雄市長陳其邁希望藉由這個通路 幫助業者度過疫情的衝擊 也讓在地漁產與創意更多元 手創用一整塊龍虎石斑 搭配生鮮蔬菜及鹹蛋黃 特調的醬汁做成了米漢堡 高雄市長陳其邁在發表會上 忍不住大塊朵頤搶先試吃 又可口美味 我相信藉由摩斯汗堡的一個通路 一定會更多元 一個也會有更 一年四季一定會有更好的一個行銷 對漁民的幫助也會更大 試吃的感覺非常的棒 就是魚肉是整塊的飽滿的魚肉鮮美 然後鄭中央還搭配了這個金沙 鹹蛋黃的這個醬汁非常的特別 跟地方政府合作 去幫農民找到一個出路 你也不一定要去餐廳吃大餐 就才吃得到龍虎飯 你現在吃我們米漢堡 而且是整塊整塊的 鹽味的好吃的 所以這才不簡單 高雄市府表示過去永安的石斑產值 大概是十一億左右 有六成是活魚銷往中國 但因中國目前也開始自己養殖 同時也因疫情影響 所以市長陳其邁不經意的發想 與食品業者合作作成漢堡 為高雄石斑魚找更多元的通路 食品業者董事長林建源表示 雖然石斑魚的成本比較高 但製成米漢堡價格卻非常清明 幫助行銷國內安心食材給消費大眾 並幫助農民生計 實質的業業大過盈利目的 珍珠寶